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丽颖被问 想跟哪个男星合作 她说出两个字后 网友直呼 期待 作为当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收视女王赵丽颖 有很多经典的代表作品 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不管是前几年的花千古楚桥传青云志 还是近几年的知否知否 硬是绿肥红瘦 这些都是收视率超高 口碑也很好的作品 从陆珍传奇走红 赵丽颖开始走红 成为了娱乐圈的人气小花旦 后来更是凭借花千古爆红整个网络 火得一发不可收视 前两年主演的楚桥传 更是一举成为了内地最佳女演员 不是花瓶是真真正正靠演技爆红的女演员 源源不断地创作热情 更多源自于内心感动的角色 而胡歌大家就更熟悉了 胡歌是娱乐圈的实力派演员 从《仙剑奇侠传》系列剧出到至今 胡歌的每一部作品都深受大家的欢迎 也都十分知名 胡歌也从奶油小声拼搏到了大叔年纪 将近四十的胡歌演电视 却依旧还能让人感受到少年感 只是身边的兄弟嫁的嫁了 娶的娶了 独留自己孤身一人 就有吃瓜群众发现了 两人的戏录也算有交集的地方 但为什么两人就是一部剧都没有合作过 无论是主演配角 两人就是搭不到一块去 其实还是有过交集点 至少在一个颁奖典礼上同框了 这就让很多网友自主投票了 吸塑胡歌与赵丽颖搭戏 演技派何小花的碰撞可调式非常的精彩 赵丽颖与张翰合作的《珊珊来了》 这部剧 赵丽颖饰演一个没有高学历的上海飘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进入了丰腾集团 于是职员与总裁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 最终两人有了一个完美的大结局 张翰的身高与赵丽颖的身高 形成了最萌身高差 张翰的颜值还是很高的 这些年赵丽颖跟胡歌一样 与不少大咖明星都有合作过 比如霍建华 李一峰 陈伟廷等 几乎都是男神级别的人物 在拍摄《花千古》的时候 有网友就爆出赵丽颖曾说过想与胡歌合作 毕竟赵丽颖私下很崇拜胡歌 不过胡歌却屡次拒绝和赵丽颖合作 这是为何 后来在一次节目中 胡歌刚好被记者问到不愿和赵丽颖合作这个问题 当时胡歌则是大方地回应了记者 他太拼命我压力大 这八个字的回答让很多观众哈哈大笑 赵丽颖得之后也忍不住无嘴笑了 这个回答可以说是满分 既肯定了赵丽颖认真的敬业态度 又暗度表达胡歌无法决定两人能不能合作的事实 不得不说胡歌之所以能在娱乐圈这么多年 情商和智商都真的太高了 两个都是公认的实力派 相信未来有一天大家能看到他们合作的影视剧 CHANNEL